Inpress 物件操作2 在上个单元我们简单的介绍基本的物件操作 好,接下来我们进行更复杂的操作 我们点选物件的时候 记得在文字物件的时候 我们现在点选的是文字部分 好,我们点选外围的文字框 按下滑鼠的右键 我们现在看一下线条的变化 一般预设线条是没有的 无,我们用连续 我们使用一个红色效果 宽度我们0.1公分 好,所谓的线条指的是 在这个物件的外围这个线条部分 那美工字型的线条呢不一样 我们看一下 好,预设是有连续的 那么把它改成 蓝色的 好,宽度 好,我们看一下选择确定 好,你会发现在美工字型部分的 所谓线条指的是 字的外围的框线 好,那图片呢 它的效果是和文字物件一样的 那我们就改橘色的 好,这是有关于物件的线条操作 我们再看一下 好,至于其他线条样式和箭头样式 你可以去试试看做改变 好,在我们的这些基本的物件里面 箭头样式是不会有用途的 好,那透明呢 你可以改一下透明度 好,那这个时候 可能要把宽度稍微再拉大一点 才可以看出它的效果 好,你看一下这边的透明度 好 好,数字越多 透明度就越高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这是有关于线条部分 好,再来区域 好,一样 充填是预设是无的 我们选一个色彩 好,蓝绿色 好,你会发现它在文字框物件的内部 上了颜色 那美宫字形呢 它上的颜色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选着比较亮眼的颜色 黄色 好,在区域的部分 美宫字形是在字的内部的部分着色 好,图片呢 我们来换个效果 我们用建成 好,那在图片物件的时候 我们的区域是指在图片外围的颜色 做个底色的左色 好,我们再回到 把全部的图片回复到原来的样子 好,选择重新载入 好,我们可以把这边左侧栏 好,隐藏起来 让我们呈现的编辑区域最大 好,往后有需要的话 你可以把它隐藏 好,或者是显示 好,那目前我们的操作都是按滑鼠 左键或右键 所以我们暂时不需要这些左侧或右侧栏 好,文字呢 指的是在这个宽度 这个文字框的宽度是不是要跟内文搭配 好,那目前是预设式选择选项是勾选的 好,那左右呢 指的是左边、右边 好,我们把它加大一点 左边一公分 让你看出它的效果 好,上面呢 它也是一样,我用两公分 好,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文字框和文字的距离变化 好,我们先复原 好,那文字部分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文字动画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个效果 闪动 好,复原 那关于美工字型的部分呢 它的文字控制是比较没有作用的 好,那我们先跳过去 有关于美工字型的文字控制部分 这个时候效果是没有用的 好,图片呢 它有文字吗 目前我们是没有看到文字 因为我们没有在这个图片做输入 在Inpress呢 每一个绘图工具列画出来的物件 都可以快点两下输入文字 好,我们来试试看 快点两下 好,我们按照以前单元介绍的 可以把字选取 做颜色变化 大小变化 好,你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我们的图片物件 有文字部分 这是我们来操作文字 这个时候你可以做 所谓的边框距离 那我们来做个动画效果 好,确定 好,我们看到效果了 取消 变更 好,再来位置和大小 指的是 它X是距离左边 头颜片左边的距离 现在是2公分 2.5公分 我们该变更成 公分 大点好了 好,比较明显 那Y呢 指的是从上面到这个 物件的距离 我们改成10公分 好,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变化 好,看出它的变化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没有选到 大小 至于这个你可以改变它的物件的宽度 例如把它改变成宽度是15公分 好,高度我变成5公分 好,那如果你要维持比例的 就把它勾选维持比例 好,那我先不做 好,可以看到它的变化了 好,这个也是一样 它的位置和大小是在第一个功能部分 好,我们看一下旋转 好,之前我们有操作过旋转 那这边的旋转部分 你可以做更精确的控制 例如我要旋转角度是30度 好,确定 好,它可以做更精确的角度的变化 好,我们复原 再来斜面呢 我们可以做个30度的斜面变化 好,你看到倾斜30度 好,复原 那这个时候有个搅拌劲 这个时候是不能做操作的 好,那这个单元为各位介绍了 线条、区域、文字、位置和大小 好,那当我点文字框物件的时候 多了一个字型美工 好,各位可以去试试看 但是不建议从这边做字型美工的操作 好,你可以看一下变化 好,按复原 好,如果你需要特殊的美工字型 还是用绘图工具列的 这个字型美工画来制作 好,那这个单元为各位介绍到这边 好,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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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大家